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无忧房车型,我是老郭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英国在北美建立的罗阿诺克殖民地 结果这个殖民地消失了 其实在那个时期,英国多次尝试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定据点 但是都失败了 当时的英国国王是伊丽莎白女王 由于伊丽莎白女王采取的政策是韬光养晦 不和当时的第一强国西班牙应对应 而且也觉得和着大西洋去开拓新大陆也不一定划得来 所以在几次失败以后就暂时停止了新大陆的开发 十几年以后,伊丽莎白女王去世了 由于伊丽莎白一生没有接婚 所以也没有子嗤,也没有继承人 这个时候苏格兰的国王詹姆斯 跑来继承了英国的国王 也就是詹姆斯伊斯 他上台以后,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大手笔的开发北美殖民地 于是在1606年成立了两家公司 一家叫维吉尼亚伦敦公司 另一家叫维吉尼亚普雷茅斯公司 来负责开发北美的新大陆 一家负责南边,一家负责北边 这些公司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众筹 或者是风险投资公司 也就是皇室,英国的皇室不出钱 只出特许状 然后这些钱都是由一些贵族筹集起来 去开发,开发的利用 由这些贵族和皇室来分享 于是伦敦公司就决定派一些殖民者 去新大陆寻找黄金和寻找通往东方的通道 因为当时传说在北美有很多的黄金 可以很轻易的逃到 于是在1606年的12月 有一百多名英国人乘坐了三艘帆船 经过千辛万苦绕到横远 最后到达了北美的新大陆 在1607年5月 在美国东部的切萨皮克湾登陆 然后他们在附近选了一个地方 认为这个地方还不错 就建立了第一个定居点 就是现在的詹姆斯镇 也叫詹姆斯东 也就是他们国王的名字 把旁边一条主要的大河 也命名成詹姆斯河 也就是现在的詹姆斯河 到达以后 根据计划和设计 他们很快就建立了一个小的城堡 这个城堡建设的也非常的好 大家自现在都能够看到它的遗址的样子 建设的非常利于防守 他们到达的开始 一切都还不错 因为他们有带来的补给 而且和当地的印第安人的关系 也有好有坏 当时在这个附近 住了很多的印第安部落 这些部落其实也不完全团结 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内部的斗争 经常打来打去 有的部落对英国人到来 表示欢迎 有的部落对英国人的调来充满敌意 那些对英国人友好的部落 经常和英国人来进行一些贸易 新来的知名者 就拿来他们先进的武器 还有铁器工具等等的 去和当地的印第安人 换很多当时的食物 所以他们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 知名者们的主要的任务 就是在附近的各种河流里面去淘金 看有没有能够找到黄金 或者是再往远一地方 来探索有没有通往东方的道路 但是过了不久 好日子就结束了 首先他们选择的筑地 后来看来非常不好 是一些沼泽地 离大海太近 这个大的河水都是半海水 咸的不能喝 只能从岛上的小的溪流里面去取水 后来他们才发现 河水中带有英国人没有抗体的病菌 使得后来的殖民者产生了严重的利剂和发烧等等的一些疾病 使得殖民者产生了严重的健康问题 有许多人由此而死去 另外由于和印第安人产生了误解 并且这些新来的殖民者们也没有太多的规矩 在没有吃的情况下也就出去乱抢 因此和印第安人也发生了冲突 多次发生战争 这个时候再加上他们自己带的补给越来越少 食物也越来越少 于是在第一年就有三分之二的人由于病恶而死 好在第二年一月 龙东公司发的补给船到达 又带来了许多人和食物工具等 才使他们重活下来 这时一个人出来拯救了这些人 就是第一批到达的里面的一个人 叫做约翰史密斯 约翰史密斯上台后出了两个政策 一个是不求黄金只求生存 就告诉大家找黄金连想都别想了 现在我们要想的第一个是怎么能活下来 第二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 由于来的人有很多是上层的 甚至还有带着仆人 来了并不劳动 于是史密斯的政策 这个政策就逼迫这些人自食其力去劳动 在生存政策的指引下 殖民者们在第二年过得比较平安 也得到了喘息 但是一年后约翰史密斯因为受伤 返回了英国 这个时候 隆隆公司不停的往来派人 送来的殖民者越来越多 而新的领袖采取了对印第安人的强硬政策 这时和印第安人的真正的冲突和战争才开始了 于是在1909年的冬天 印第安人采取了封锁的政策 不再和这些殖民者做任何的交易 在整个1909年的冬天 由于饥饿和疾病 有500多人的殖民者 最后重复下来不到五分之一 好在到了第二年 伦东公司派遣的补给船到达 才让剩余的人活下来 在和印第安人的战争进行中 直接来到了1613年的三月 印第安人当时有一个大的部落叫波瓦坦 这个波瓦坦的领袖也叫波瓦坦 他有一个公主叫做波卡红塔斯 有很多的中国人翻成保家康帝 非常好听的名字 这个时候这些殖民者采取计策 把这个公主波卡红塔斯抓获作为人质 来和印第安人来谈判 这些英国人把波卡红塔斯抓住以后 对波卡红塔斯非常的友好 因为波卡红塔斯当时还是一个小孩 他也非常喜欢英国人 在英国人的感召和教育下 他竟然受洗成为了基督徒 正时改了一个英文的名字叫Rebecca 随后由于公主被抓 这些印第安人就和英国人签订了一个停战的协议 这一停战以及后来波卡红塔斯和约翰罗尔夫的结婚 给殖民者们带来了长世界的和平 也使得殖民地的发展得到了壮大 这其中约翰罗尔夫给殖民者们找到了一条发财的大路 在龙农公司派来的第二批人中 有一位人名字叫做约翰罗尔夫 因为殖民者们只能种植来养活自己 历史上也没有记载 这个约翰罗尔夫到底从什么地方弄来了烟草的种子 也就是南美烟草的种子 在这个地方来种植了烟草 结果种出来的烟草非常的好 当约翰罗尔夫种植的烟草用到英国以后 这种烟草在英国大受欢迎 甚至成了硬通货 价值堪比黄金 这一下使得殖民地就发财了 以后所有的人都学着约翰罗尔夫去种植烟草 烟草也就从此成为北美殖民地的主要的经济作物 和主要的经济来源 在印第安的公主波卡洪塔斯 在被扣为人质的时候 他和约翰罗尔夫认识了 并且两人相爱 几年以后他们结婚了 然后这个婚礼办的很隆重 而且他们的结婚给英国殖民者和印第安人 带来了长久的和平 这段故事曾经被迪士尼拍成了一个非常优美的动画片 叫做《风中奇缘》 结婚以后 博卡洪塔斯还生下了一个小孩 并且在不久以后受殖民地总督的派遣 约翰罗尔夫和波卡洪塔斯 返回了英国 对英国进行了访问 这一访问也被迪士尼拍成了动画片 就是《风中奇缘》的二 但是非常的不幸 这次农到印第安人了 由于波卡洪塔斯是从种的印第安人 他身上缺少很多对欧洲病菌的和病毒的免疫 他在访问英国期间感染上了天花或者是水痘等等的疾病 反正没等他返回到北美 就在英国去世了 这一世界整个轰动了全部英国人 由于他对英国的访问 也使得很多的英国人对北美更加的向往 随后有大批的英国人和欧洲人 又疯疯的移民到新世界移民到北美 后来尽管和印第安人的冲突不断发生 但是由于烟草业的急剧发展 大量欧洲的合同工和非洲黑人的到来 使得詹姆斯镇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一度成为弗吉尼亚州的首府 但是后来由于战争和火灾等原因 詹姆斯镇被封毁并逐渐荒废 直到1936年 詹姆斯镇被联为国家历史公园 才又重新得到保护和维修 如果现在你有机会去弗吉尼亚旅行 可以去詹姆斯镇的遗址上去体会 早期移民的艰辛 上面就是英国在北美第一个殖民地的成功故事 詹姆斯镇可以说是美国真正的发源地 但是几百年来他在美国历史中 只是被一笔带过 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与美国人塑造的 美国精神并不相符 第一 这些早期的移民虽然有许多是来自 上层社会的人物 但是他们几乎都是具有冒险精神的 建立妄议之徒 他们来新大陆只是为了发财 没有任何精神支柱 是完全的商业移民 第二 他们到来以后为了生存 可以说烧杀抢掠的事情干了许多 有天然的原罪 没法为他们洗脱干净 所以美国人就把美国的出身证发给了 十几年以后才移民到美国的另一批人 那就是五月花号上面的清教徒们 关于五月花号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讲 谢谢大家 下次节目再见